虽然镜片很小 但方兮以神识为笔 写出的字也可以跟蚂蚁腿一般细小 以巫王的能力 过目不忘的瞬间记忆自然不成问题 写完一面之后就可以擦掉重写 甚至 展露出来的图画也是活灵活现 与玉剑中展露的一般 令人一见难忘 如此断断续续 将传承写好之后 他的神识也的确消耗过重 有些疲倦 难荒修仙界 闭关室内 方兮满脸欣喜 打亮着手中记载汉帝宝文的御剪 有着这一道宝文 感觉什么都值了 等到休息一番之后 方兮立即拿着御剪 开始参悟 他在镇法一道之上 完全是靠着神识与勤学苦练慢慢提升的 但此时不同 站稳体系 对他而言 那些灵文与宝文 就好像一个个公式与定理 只要拿着公式去套 总能解决一些难题 这就是提升震道修为的力气 虽然会比较偏门与单一 汉帝宝树一出 震惊百里 地洞山摇 最擅长破坏地脉 嗯 参悟半天之后 方兮忽然睁开眼睛 感觉有些不对 三阶的进段大阵之所以号称难以攻破 纵然三阶破进幅 内部爆破都效果不大 就是因为勾连地脉 自成一方小天地 若是破了地脉 三阶大阵与普通阵法也就没什么区别 若再配备大量破进幅 以及高手围攻 是有很大可能短时间就被破除的 三千大道 殊途同归 这战文体系 有些类似妖兽的天赋妖术 也就是说 万一有图属性的妖王 觉醒类似汉帝宝文的天赋神通 那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若是有此种妖王出手 配合其余三阶妖王围攻 白则仙城也很危险啊 当然 宋家那种更危险 方夕摸了摸下吧 有着汉帝宝文在手 他有自信将阵法造诣提升至二阶上品 真正动手练至一套二阶法阵 甚至尝试将汉帝宝文组合进其中 二阶上品的阵旗与阵盘 勉强能承载三阶的威能 正好做成一次性的阵法 以阵破阵 撼动三阶阵法根基不成问题 要是拿去玄天宗 也不知道能卖出多少灵石来 顺便还可以报个仇 至于阵文外流的问题 真正炼制好的阵旗 不可能将所有阵文都暴露在外 而暴力拆解研究的话 就很容易破坏了 方夕还可以设置几个小进制 让阵盘在被拆解至核心之时 直接自毁 就好像他早早在二阶傀儡中布置机关 一旦傀儡被破坏 内部树种直接自毁一样 数月之后 醉白痴 哈哈 今日我高兴 大家不醉无归 罗公举着酒杯 神情振奋 方夕 黄沙到人为猎袭中 纷纷举杯 恭喜罗道友 晋升筑基中期 这罗公尚品灵根的资质 筑基时间只比方夕晚几年 就在最近 赫然突破筑基中期 因此邀请来三五好友百宴庆祝 罗道友不愧自行筑基 天赋惊人啊 黄沙到人脸上满是羡慕 他到如今都是筑基初期 被瓶颈卡得生不如死 大概一辈子都要在此阶段老死了 看着风华正茂 法力深厚的罗公 说心中不嫉妒 那是假的 恭喜罗兄 不若向我等传授一番突破心得 方夕确实想着 将自己的贺礼钱赚回来 突破呀 罗公回忆一番 郑重道 不日之前 本人自存将法力修炼至 能够突破的地步 然后本也想再打磨一番法力 不料突然间心血来潮 有了突破之兆 又念及我被修饰 就应当勇猛精进 便直接闭关 过程的确有些艰难 好在我自行筑基 法力特制 灵力雄浑 最终显知又显地突破成功 还损伤了一点经脉 若是再来一次 也未必敢如此莽撞了 罗公说完 依旧有些心有余悸的模样 果然 此人的修为静静 应该跟我此时差不多 只不过自行筑基的灵力法力 堪比小半颗破阶丹药 这是人家拿命换回来的优势 方夕心中自愈 他要是有一粒破阶丹药 也能尝试突破筑基中期 只是此种丹药论珍惜罕见 远比增进法力的少 除了十年一度的大拍卖会 基本没什么希望 罗道友 这也是机缘到了 且饮一杯 方夕连连劝酒 等到大部分宾客离开之后 又跟罗公泛舟湖上 取莲子结酒 不知那话贺老道 后续如何了 趁机也打探一些自己关心的事情 华鹤老道终究围到多年 机敏善变 早早逃出城外 最近还洗劫了几支伤队 以筑基之身屠戮练起修士 连最后一点脸皮都不要了 罗公提到这事 还颇有些遗憾的样子 可惜了 之前让此人逃脱一劫 日后白泽仙城附近 不会太平 祝基修士不在白泽仙城之中 那就是虎入山林 一心当劫修的话 破坏力很大 罗公大口大口吃着莲子 望着方夕 忽然似笑非笑地道 道友也是好运气 没有跟那华鹤老道一起外出探险 不过道友可知 最近万寿山脉之中一动连连 怕是寿巢将至啊 果然 方夕心中一领 有关万寿山脉的一变 白泽仙城自然会掌握更多的第一手情报 连克卿罗公都如此说 寿巢看来无法避免 其实 这寿巢是好事 如今我晋升筑基中期 正想多杀几头二阶妖兽 积攒突破后期的资源呢 罗公哈哈一笑 我被修士 就该勇猛精进 道友心性过人 在下佩服 方夕诚恳道 寿巢 一旦寿巢开始 白泽仙城可能会征兆大量修士 当然也会有报酬 按照以往惯例 不会强制征兆筑基修士 但若战士不利的话 谁知道呢 不过 寿巢一来 妖兽材料都跌价不少啊 但也是趁机出手 妖兽材料的好机会 对我而言 价格跌几成并没什么关系 毕竟没有本钱的 一边思考着 方夕一边回到桃花阁 大叔 我突破了 一进门 维一兮就笑着告诉他一个好消息 不错 赶在六十岁之前 炼气圆满了 方夕神识一扫 发现维一兮修为突破 如今已经是炼气大圆满修士 不由笑了笑 嗯 维一兮神情振奋 又化为坚定之色 大叔 我想跟你告辞 跟别人前往万寿山脉外围猎妖 听说 最近许多珍稀妖兽都跑出来了 是获得二阶妖单的最好时机 虽然如今猎杀妖兽比较简单 不过你还是算了吧 方夕摇摇头 维一兮跟软丹不同 软丹修炼的玄音功 也是一门威力甚大的古法 又从小被软心灵教导 斗法十分精悍 还有助基修士给予的保命之物 即使如此 上回也是几次博命 加上一点好运气 才最终获得的腰单 换成维一兮过去 大概第一波就死了 你还是好好待着吧 至于助基灵物 大叔来想想办法 方夕道 大叔 助基灵物可贵了呢 唯一兮眼中满是感动 没事 你可以先签订灵器 日后慢慢还灵食就好了 方夕哈哈一笑 对于他而言 助基灵的确不是什么难事 与金灵说了几句之后 他便出了白泽先程 找了个无人之处建立洞府 然后穿越 大梁世界 五神门 此地早已成为无数习武之人 梦想中的圣地 不仅如此 由于宗派势力 实际上统一天下 伴随着权力的集中 各种财富 与美人 也在不断向黑石城集中 竟然形成了一个新的 京城 世人已经将黑石城称为 武经 在这里 宗师大宗师不说随处可见 却也绝不稀罕 而一位为武神 便是武神门 镇压各地最大的底气 武道极限的突破 无异于开天辟地般的变化 武神再也不会被大军围杀 一人破军 成了可能甚至是常态 其实 这样下去也不太好 高层掌握超凡力量 一人敌军 再搞传承封锁的话 下层就再无希望 武神门 书房之内 方熙翻阅着最近十几年 不少武道天交开创的功法 满脸若有所思 毕竟时间还是太短 武神之后该怎么走 还未有具体的定论 好在 他很有耐心 走出书房之后 就来到另外一个广场 砰 砰砰 一头头顶级的腰王 被张鸣鼎抓着 来到方熙面前 启禀门主 如今天下妖王见少 附近的只有这几头了 或许这些妖王比大宗师还要厉害 但遇到武神 依旧的贵 嗯 你做得不错 方熙看了看那几头妖王 发现其中还有一头乌龟 不由笑了 也是水形之鼠 希望能开出腰单吧 炼制住鸡丹的腰单 任何属性都可以 他看上这头水生腰兽 自然另外有着原因 炼制住鸡丹的腰困 炼制住鸡丹的腰困